泰国或将遭遇毁灭性打击 中国榴莲种植成功 规模一再扩大 用不了多久 中国吃货就能实现榴莲自由 然而泰国和越南却坐不住了 如果中国真的实现榴莲自产了 那我们的高价榴莲该卖给谁 中国榴莲靠进口 虽然榴莲的味道让它的评价两极分化 但不可否认的是 其绵密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 让榴莲在我国市场的销量 那是逐年的增加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中国是全球上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 中国榴莲的消费量 年平均增长远超过16% 中国人一年就要吃掉 100万吨左右的榴莲 但是中国市面上的榴莲 基本上全都是进口的 几乎每年都要花费300多亿 哪怕是疫情期间 都没能减退中国人的消费热情 根据海关数据统计 仅2021年 我国进口榴莲的数量 就高达82.16万吨 而其中99%都是来自泰国 占据了泰国榴莲产量的63.75% 可以说仅凭中国进口榴莲的消费 就足以撑起他们国家一半的GDP了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问 既然中国人这么喜欢吃榴莲 再加上一直以来的种植天赋 为何还没有实现榴莲自产呢 其实我国试图种植榴莲 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 相传是郑和下夕阳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了一颗黄灿灿 身上长满尖刺的果子 好奇的他决定打开看看 一打开就有一股浓郁的气味 郑和忍着臭味尝了一口 却发现吃到嘴里竟然十分绵软甜蜜 由于在海上作业的时间太长 船上也没有什么食物 所以郑和就和船员连续吃了好几天的榴莲 走的时候仍然恋恋不忘 于是就将这个果子命名为榴莲 意为榴莲 回国时 郑和还将种子带了回来 但是无论怎么种植 都没能成功 榴莲属于热带水果 它必须生长在日平均温度22度 降水量要在1000毫米以上 土壤肥沃并且排水性好 并且常年无霜冻的地方 所以世界上的榴莲种植的绝大多数 都集中在东南亚和马来西亚 中国所有省份中 仅有一小部分属于热带季风气候 虽然温度有时可以达到22度 但是水分却远远不够 所以中国可以种植榴莲的地方 也就只有两广 海南 台湾等省份的部分地方 目前都在试验阶段 除此之外 一棵榴莲树正常生长高度 能达到20多米 所以榴莲也不可以像其他水果一样 在大棚里种植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少能见到国产榴莲了 别看榴莲长得马马赖赖的 还自带香味 但是喜欢吃的人 却对它轻心痴迷 就是榴莲的身价 却一直居高不下 在超市随随便便买一个榴莲 就得两百大几 将近三百块钱 赶上普通人两天的工资了 而且还无法确定打开之后 里面有几房肉 肉质是否饱满 口感是否美味 所以许多榴莲爱好者 都只能对着榴莲的价格望而却步 一个水果的价格 比上等的牛肉都要贵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天价的水果之王 一 生长周期长 首先榴莲具有极其漫长的生长周期 从开花到结果 大概需要十年左右 而且每年只结两到三次果 除此之外 榴莲树还要长期维护 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 会接几百个小管 如果不进行管理 品质不好的果子 就会吸收榴莲树的养分 导致所有果子 都无法成为优质果实 这时就需要果农定期的进行裁剪 将长势不好的果子全部剪掉 所以哪怕一棵榴莲树 可以开三万多堵花 到最后也就只能留下几十个果子 另外榴莲树挂果儿的高度 基本上都在12米到25米 若受台风侵袭将会严重减产 但是榴莲的种植地 又恰好都是热带季风性气候 临近海边 经常会出现台风 再次导致榴莲的减产 进一步导致榴莲价格上升 二 人工成本高 榴莲全部都依靠人工采摘 而且摘榴莲是一个高风险工作 人工成本也比较高 一棵榴莲树至少需要两个人 同时进行工作 一个人需要爬上20多米的树 期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稍有不慎就会跌落下来 另一个人需要拿着麻袋在树下接着 这项工作也有风险 毕竟一个四五斤的榴莲 从20米高的树上抛下来 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严重点就会导致皮开肉战 有网友开玩笑说到 摘榴莲就是在赌命 成功了就挣钱 不成功就得吃息了 三 运输成本高 我国的榴莲目前无法自产自销 只能从国外进口 从采摘到运到顾客的手中 需要经过很多工序 榴莲对温度是极其敏感的 为了在整个运输过程中保持它的新鲜程度 必须要构进大量的冷冻设备 使用冷藏车 在到达港口或者机场后 榴莲还需要进行登记 检验和消杀 每个环节都需要成本 一系列的成本都要加到榴莲的身上 最终都是消费者买单 这也就是所谓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四 供需不平衡 在榴莲刚进入中国的时候 只有南方的部分地区在售卖这种水果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越来越多人知道榴莲了 以至于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售卖 榴莲的需求量激增 另外 现在人们又开发出了榴莲的其他吃法 比如说烤榴莲 还产生了很多以榴莲制品为主的网红店 这些都进一步增加了市场对榴莲的需求量 可是榴莲本身产量就比较低 面对如此大的需求量 势必会导致榴莲的价格再次上涨 五 营养价值高 除了口感之外 榴莲的营养价值也让它的价格一再升高 榴莲一直被称为水果之王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和纤维素等营养成分 这些成分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 缓解体虚 增强免疫力 同时 维生素A可以维持上皮细胞健康 让皮肤保持细嫩 延缓皱纹的出现 并且榴莲含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 这种氨基酸有镇静的作用 有助于缓解压力和焦虑 除此之外 榴莲还有促进消化 缓解便秘 滋阴壮 活血化育的作用 可以说榴莲是个宝 对谁都挺好 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 榴莲就渐渐成为了水果中的奢侈品 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市场 他们开始疯狂地加大自己的榴莲种植范围 与此同时 他们还开始肆意哄抬榴莲的价格 将一个普通的榴莲炒到大几百块钱一斤 但是由于中国无法自主培育榴莲 面对这种情况也只能忍其吞声 忍其吵架 一直到2019年 这样让中国束手无策的情况 终于迎来了颠覆性的变化 中国榴莲种植规模一再扩大 但该市场的自给率仍然很低 与此同时 中国的榴莲进口主要来自泰国 占据了泰国榴莲产量的63.75% 因此 中国的自产榴莲种植 可能会影响泰国榴莲产业 特别是针对高价榴莲市场的泰国榴莲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 泰国 马来西亚的和越南榴莲种植业者 又有什么对策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